嗨,大家好,我們是3DDN良品,我是舒老師 這個單元我們要來教Sculvertries怎麼樣來做物件的管理 那像一般的3D繪圖軟體的話 在物件管理的話都有一個類似像圖層 然後你可以對物件做一個調整或者是做開關來做繪製 那有這樣圖層的好處就是說如果我今天在畫 那我現在這個頭跟身體是分開的 那我可以把頭鎖定或者是身體鎖定或者是關閉 那我在畫的時候就不會同時影響到兩邊 那現在你可以看到就是我們sculvertries裡面都影響到了 那sculvertries的話要怎麼樣做圖層管理呢 因為它本身並沒有那樣的一個圖層工具 所以它的圖層管理是靠我們的這個mask 就是遮罩的方式來做 那麼首先先來了解一下遮罩 一般在使用的時候我們都是在Ctrl按著不放的狀態下 左鍵去滑在物件上畫出黑色的部分 那有黑色的部分的時候 它就無法進行繪製的動作 那除了這樣子的一個Ctrl按著繪製之外呢 我也可以翻轉它的這個目前遮罩的範圍 Ctrl按著不要放 在空白的地方點一下 現在變成外面都不能畫 裡面可以畫 好那我們要怎麼樣用這個遮罩來管理我們的物件呢 達到就是我在畫身體跟頭的接縫這邊的時候呢 不會影響到對方 我們剛剛知道就是在用這個遮罩的時候 Ctrl按著不要放 按一下空白的地方點左鍵 它可以反轉目前的遮罩 那當你現在都沒有的時候 一樣按著Ctrl 然後呢 再空白的地方點左鍵 你看到物件變黑喔 這個呢 也是一個遮罩反轉的狀態 可是狀態呢 還多追加了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可以點選 這些分開的物件 它就會獨立的顯示出來 那這個時候就可以單獨的 對它做編輯了 除了這邊的遮罩之外 你也可以怎樣呢 在你要編輯的地方 你一樣可以去用遮罩 不會因為說我這樣子 把遮罩拿來做了圖層管理物件管理的功能之後呢 原本的這個遮罩就不能用了 還是可以用的喔 那你一樣還是可以反轉 一樣還是可以反轉 那反轉之後這邊其他也會反轉喔 所以在畫的時候還是要小心一點 然後再反轉回來 它就是用這樣的方式來做圖層管理的效果 好那除了這樣的方式之外呢 像頭這部分我必須要畫脖子 讓它可能長到這裡來 裡面的部分 現在這個被擋到了喔 就沒有辦法畫喔 那這個時候要教大家第二個方式喔 除了用遮罩來去做物件的區分 不要畫到之外呢 我們還可以隱藏物件 隱藏物件的話呢 是用HIGH的方式喔 那我就按一下我的H不要放 H不要放 然後去點著我們這個頭的部分 沒有 它就變透明了 那這個時候我在這邊 就可以做 脖子拉動的動作了 這邊那是不會受影響的 它會用這種類似像 點的方式喔 做顯示 告訴你現在這個地方是透明的 然後就可以調整你要的這個大小 然後編輯它喔 去符合之後你要的一個造型 好那當完成之後很重要喔 不要按下去就不會復原喔 不然它會一直呈現這樣的方式 好那當你畫好之後你要復原看一下效果的話呢 好請按一下Ctrl H OK 好這樣你就可以去看看 你一樣會繪出來的效果 邊緣 這樣子好不好 好那這邊就是今天幫大家介紹的兩種 在Sculpture 時呢 做物件管理 跟繪製的一個方式 謝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喔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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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